Hello大家,最近很久都没有给大家拍vlog了 好多原因 我觉得一个呢,是我觉得内容上 好像没有特别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跟大家拍 因为现在疫情也比较严重嘛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 然后中一到周五的时候我都在上班嘛 然后晚上下班就已经天黑了 周末的话呢,我们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比较忙 Ad呢,在年前的时候有收到公司的offer 基于地理位置啊,等各方面的原因 然后就觉得还是没有那么的理想 后面应该还会有更好的机会 所以就把这个offer就没有接 但是其实年前那会儿是一个找工作 他们非常安静的季节 那会儿大家也快要放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了 然后到了后面一月份,就是过完年以后 好像那些公司啊,包括一些猎头 这边叫做recruiter 他们也都好像陆陆续续的就是活跃起来了 就是这一整个月的时间 他基本上都是在找工作 投递各种新的简历 然后做申请 然后做一些网上测试 包括还有很多面试的安排 还有一些是跟他以前的一些师兄师姐或者同学 他们现在有比较相关行业的 然后他们在联系 然后也是一个就是networking的一个方式吧 然后看一下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机会 或者是说了解一下他们现在所从事的一些行业 他现在是不太想继续做纯学术的研究 然后想说去公司里工作 但是也是会有一些跟research相关的工作了 但其实他又有很多的细分 然后比如说一些像数据科学啊 然后有一些可能偏人工智能的方向 然后有一些可能偏还是偏数学比较多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偏就是变成类计算机类的比较多 反正就是有好多好多细分 然后包括给每一个就是行业 比如说金融行业啊 fintech啊 然后还有一些科技咨询公司 就是你给不同行业的工作 然后可能内容上包括就是职业发展的前景上 都还是有挺大的差异的 所以他也是在一直在探索自己适合做什么 自己想要做什么的这样的一段时间 我自己也是在奴隶的厘清就是生活啊 包括我工作啊 然后各方面的事情 其实很多人在这边都会觉得 疫情这件事情让他们生活变得好无聊 我是没有觉得特别无聊 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干的事好多呀 就比如说报个剧啊 前段时间在看那个逍遥法外 然后一到六集 一到六集 然后全部就是一口气把它包完了 然后最近就又重新拾起来 之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买那个ZOLA那个游戏 然后玩的也是有点上头 所以就觉得 就是下了班的时间已经本来就不多了嘛 就是晚上然后你吃吃饭啊什么的 然后自己在玩一玩就chill一下什么的 时间就过好快 所以我也不太会觉得无聊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疫情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晚上出去嗨 然后或者是说会去 怕我爱跟朋友去喝喝酒啊什么的 我们也不太是那种生活的状态 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没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就是 就是本就是我习惯了英国这种比较相对孤单 或者是说比较无聊的生活吧 就是没有国内这种就是很多人 很多朋友 就是烟火气很浓的这种氛围 而且我本来也是有很多朋友 他们可能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有在美国啊 有在国内啊 然后我本来也是跟他们就是远程 平时联系的比较多 所以疫情的话就是这件事情好像 对于社交来说 疫情好像没有对我造成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影响 当然了就是说回不去家没有办法见家人 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懒过的事情 对 但其实疫情的话还是给我们生活造成了一些困扰 或者是说比较负面的影响吧 首先就是我的体重胖到了人生的巅峰 我就以前很少说会连着两三天几天不出门 但是最近的话就有时候会经常会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这样的话你运动量就一下变少了嘛 有时候你可能只是出去三台步走一走 都比你完全宅在家里要好一点 再加上我最近买了好多零食 我在就是马莎也买零食 然后我在中超也买了各种各样零食 什么不知道中了什么鞋 然后以前很久很久都没有吃过的什么 类似于果冻 然后还有什么旺旺鲜辈这种东西就买了很多 然后就一直在家你知道无聊或者你看剧的时候 你就会坐在那里不停的吃 还有一个糟心的事呢 就是本来我们是计划年后的时候我们搬往南部搬嘛 比如说伦敦啊之类的 但是呢因为这个疫情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公司上班 然后伦敦那边的疫情更加严重 而且那边的房租的话可能一个月要比我们现在多贵个一千吧 这样子就是差不多的房间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就先缓一缓 等疫情过去我们可以回去上班了 就是回去办公室工作了 然后再搬家这样子 我们刚刚跟我们现在这个公寓续了租 然后它就大型施工现场包围到了我们家这个具体的公寓 它其实已经大型施工现场一年了吧快 它是发生什么事 就是之前伦敦有一栋民居着火了 然后就是真的是很灾难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然后整个英国包括政府 它对这个你的这些建筑特别是民居 它这个防火材料的这个审查就是更加的严格了 它需要把整个楼的这个表面 这个surface的砖 全部就是人工这样子给凿下来 然后凿下来以后呢 它把后面的那个材料 就是有点易燃那个取出来 重新贴上新的 然后你想再把这个砖回回去 那这个工程叫以英国人的归宿啊 就是我觉得我们家这一块几个月 甚至是半年就根本就弄不好 它这个是合法的 你没有办法 它这个必须弄 你再怎么样去申诉都是不可以的 它也是建筑工人像朝九晚五上班一样 早九点晚五点 然后周末双休这个样子 但是最惨的就是我们这一年都在家里上班嘛 所以大型施工现场真的很迷之 让人抓狂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那个窗外现在的这个盛况啊 就是我是觉得一两周应该是collision 但是它应该是没个头了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搬家吧 但搬家的话我们很麻烦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租长租 然后在这边很多房东都不太愿意把你房子租什么 三五个月啊 就是至少可能也得半年 但我们也没有办法预估疫情的一个走势 就不好讲嘛 所以我就想说万一就比如说三个月之后 或者是四五个月之后 公司让我们去办公室上班了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等于要白扔几个月的房租嘛 但没办法 所以现在就是就白天上班 晚上要找房子 然后我们今天周六 今天周六 然后要去看一些房子 哈喽大家 我们刚看了第一套房子 这个真的是在山上了 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山上 但是我们经常说山上就是感觉是一路爬坡上来的 然后这个房子是挺大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新装修完 然后有一点那个刷漆的味道是不是 我们已经回家了 然后跟你们推荐我们买的好吃的 这个牌子的酸奶非常好喝 就是简直是像慕斯一般的那个质地 它是稠的 但它不像那种希腊酸奶 那么的丑 它是一种很丝滑的那种丑 是冰岛生产的这个酸奶 然后它的蓝莓味 然后还有其他味道都很好喝 嗯 这个你就 其实有时候当零食 然后直接瓦吃 或者是放那种干果那种 然后给爱做一个 Granola版本的 我各种各样的坚果 包括蜂蜜 还有这种杏仁也是坚果里面的一种 还有一些 葡萄干之类的 我觉得想吃更加脆的燕麦的 就买这个Granola的这个版本 水果干比较多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 然后就买那个 就是这个可能会甜一点 然后Vitress号称是 女王青睐的 就是英国女王青睐的超市 然后好像他们一些红酒啊什么的 就是供给皇室了 那些跟我寄东西的 他们那个PR告诉我 就是说 现在他们在国内也有网店 就在微信上都能看到他们的网店 就是有一些东西 国内也可以买得到了 还有他们的蜂蜜啊什么的 其实我想 给我爸我妈他们订一下 然后尝尝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区别 但我不知道我爸他们 吃这个燕麦会不会觉得酸奶 太凉了早上吃 另外还有一个好玩的 因为这个月的25号的时候 是苏格兰一个特别大的节日 叫做彭斯之夜 叫做Burns Night 然后是纪念他们苏格兰 一位非常叫做英雄般的诗人 然后彭斯 这个他们彭斯之夜的话都会吃 就是这个苏格兰的传统美食 这个一 很多人觉得这个有点腹黑 一包是什么呢 就是羊杂 比如说在国内的时候 吃西北的那个羊杂汤的那种 就是西北的食物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 挑战一下 告诉大家这个东西 到底是不是腹黑 还是味道还不错 然后另外的话呢 就是觉得我们现在本来冬天 英国这边很多人就会 就是因为晒不到太阳 就会有点身体的问题 他们会就建议冬天 补维生素的地还有心 我之前一直都没有特别注意 但是今年因为就 因为疫情嘛 我们在家时间真的是太长了 我觉得晒太阳应该严重不足吧 我就也买了一点维生素吃 这个是复合型的维生素 不是像药片 是像那种软糖一样的 然后里面也有一些 维生素C、D还有心 这个就是对身体免疫能力 比较好的一个维生素 我的这个是 大家就是男女都可以 就大众版本 然后她的这个是男性版本 然后会多了那个 Asian素B的一些家族什么的 反正就是东西多了一点 就是更复杂一点 然后本来还有一个儿童版 还有一个女性版 那个女性版 我本来就是想拿那个 售后员就跟我们说了两遍 还有这个是50+, 然后我们当时 我们俩在那里 都没有反应过来 她说了 她说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后来突然反应过来 她说第二遍的时候 我说哦 是就是age50+, 就是针对50岁以上的女性 吃的 所以我就 那还不适合 我就买了一个就是大正版本 我来尝一下 她好像很多牌子 都会做这种东西 然后有的可能好吃一点 有的 不正 哎 这怎么那么难开 哦 这也太难开了吧 它这个就像一颗小草莓似的 还挺酸的 另外我还买了这个 反正就是各种坚果啊 什么的零食 就我当它健康点的零食好了 这个是可可粉和橘子 橙子 这个是没有另外加糖的 所以不是很厚 嗯 我以为它是脆的 但它其实是那个比较软一点的那种 有点像那种比较湿湿的cookie的那种感觉 我以前一直以为 我年纪越大 我会对这个年龄 还有对于这个 样貌的焦虑感会更多 但我后来发现不是哎 就是我可能 年轻的时候 就是年龄更小的时候 二十出头的时候 那个时候会更加的 嗯 不成熟 然后会对 就是样貌啊 相貌啊 体重啊 这些反而会更加在意 然后 我就是好像 越到大 就是越笨三十了 好像才慢慢的 有些事情慢慢活明白 就比如说 体重的话 我不会很刻意 因为如果我觉得 不是说一些 职业的原因 说必须要 嗯 保持非常苗条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大家开心就好 就大家如果 就是不是肥胖的程度 我觉得 就是不影响健康 就都是美的 就是都是好的 嗯 不管是微胖 还是比较纤细 我觉得都是好的 如果说是有一些 比较自律 可以健身啊 那就是更棒 但是我就觉得 不要特意苛求 我 我现在就是 就是再也不会像以前 二十出头的时候 就是节食减肥那种 就好 我就觉得好饿呀 凭什么呀 就是 就是胖骨筋 胖食筋 我也没有变很丑 就是瘦下的食筋 可能是会好看 可是我就好饿 然后就觉得 再也不会像小时候一样 节食减肥了 就我会觉得 如果说胖到 让我觉得身体有点负担 就是笨笨的这种感觉 就坠肉非常多的程度 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收敛一下 所以 我就想说 不知道买这些东西 代替一下那种 加糖的零食饼干 还有一些蛋糕 会不会好一点 嗯 就是 拿它当零食了 因为嘴还是很差 那个 最近在看浪姐第二季嘛 其实我是真的觉得 嗯 30家的女性 40家的女性 真的很美 因为你知道 很多30家的姐姐 她们可能 经济状况啊 在事业上 可能都比20出头的时候 要好很多 稳定很多 然后内心也更加成熟 然后人也更加 从容 就是活的会比较从容一点了 我觉得其实是 嗯 挺好的 小的时候你知道吗 第一次 买内衣 是跟闺蜜一起去的 不是跟妈妈一起去的 跟闺蜜偷摸一起去的 我也不懂为什么 然后我在当时还买那种 就是有钢托 然后后来 还有人会推荐那种 戴成加厚棉垫的 现在觉得 那个时候是不是傻逼啊 现在比如说让我买这种 加厚棉垫的东西 戴钢托的那衣 我都不爱穿 我就是越来越能理解那种 不穿内衣的欧美的小姐姐 奔放是怎么一回事 就觉得 太 太令人难受了 躲卡呀 躲对身体不好啊 一个 一个刚脱卡胸上 什么玩意儿 但我觉得 如果 如果我18岁的我 能够遇见30岁的我 我真的是 吃进了 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是 我们的外卖到了 你接下 快点 hello yep 你叫了寿司的拉面的外卖 是什么黑熊汤 黑熊汤 你还想喝熊汤呢 你 我看你是熊人想喝熊汤 没有 他叫什么熊本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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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蒜 什么东西的 哎呀 哦 他就是用了那个 日本的那个 就是芝麻沙拉的 那个 那个酱拌的 上口菜上 超好吃的 但是那种带一点 皮的 吃热 炖的非常的软 超好吃 我们俩那天买了那个 拉面说 还对比这种外卖 当然这种外卖跟 那种 最纯正的日本拉面 肯定还是没得拼嘛 但是味道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拉面说呢 我觉得作为 方便面的那个拉面 能做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可是 卖到英国的价格 我们那天买的 我忘了是六磅 我还是 七磅左右 反正就 没比这个便宜个 两磅还是 多少钱 所以我就觉得 那还不如直接就 叫外卖吃这种新鲜的 我来 我来尝尝你这个 我感觉你这个汤好好喝啊 这个白汤 我可以吃你一个天妇罗吗 没有回答就是默认了 你现在是不是在相机背后颤抖 因为我吃了一个天妇罗 我们第N次组装 宜家的家具 我们 你还说我们 是老娘给你买的 我在网上给你 费花钱啊 我花钱啊 因为我们 然后是谁跑去你家 废话 因为我上班白天 当然你去了 因为现在宜家的话 他就我们这边都关了 嗯 然后 你现在就是提前一天 在网上订货 然后第二天自己去取 像这种不是特别大件的 我们就是还可以 我 你自己 然后他就可以坐穿去拿 但是如果是非常大件 就要送货 送货的话 肯定要等两个礼拜左右吧 就想说还是让他自己去取吧 嗯 买这个小桌子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俩 像我在你旁边办公 是你嫌我吵晚上 就我们俩现在如果都在客厅办公 比如说他 我 我现在因为是白天 必须早起上班嘛 然后到晚上我下班了 可能我就看电视啊 或者是 嗯 干点我自己的事情 但是他可能会觉得我太吵了 然后就想说给他在卧室 安一个小眼的书桌 这样他晚上工作的话 还会安静一点 但是卧室的空间又特别小 所以没有办法 装一个正常size的一个书桌 do you know this is a dressing desk yeah see that's your plan I'm using it for I'm using a dressing desk a working desk 半假以后 你会偷我这个书桌 好了开始了 你你也花了半个小时 看这个说明书了吧 啊 那么想谁吗 嗯 我觉得有 I have to use the real screwdriver now I have to use the real screwdriver now 哈哈哈哈 你叫什么 叫什么 罗丝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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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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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次刀 罗丝刀 算是刀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也不知道这工具叫什么 我在国内也不早 不老用这些网业 因为你盯家具的话 你买家具 我们国内的人 过来的人会自己安装吗 我们国内的人工费 这些比较便宜 就是可以让别人来安 哦 我呢 哈哈 你太穷了 你太穷了 所以 做个好鸡就行吗 这样 做个好鸡 做个好鸡是什么鬼 做个好 饭就行吗 你说我吗 我的费用 我说啥玩意做个好鸡 我要去做个好鸡了 你快自己弄吧 拜拜 我那天看到一个 就是做黄焖鸡的 他说这个一定要放黄豆酱 才叫黄焖鸡 不然就是红烧鸡 就搞好了 你看 这些人 我把这太готов的 舔大夏啊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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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